沈氏科技集团千金被迫 嫁给了一个农村来的程序员 程序员得了绝症 他哄骗他做了前额叶切除手术 沈月嫁给你不过是看你是个傻子 想骗你骨髓谁会真心实意 爱一个随时会失意的穷小子 他的初恋情人满脸嘲弄地告诉李晨阳真相 李晨阳从公司天台一跃而下 高高在上的千金女却崩溃了公司里多了一个人 他叫宋子墨是沈月的初恋情人 刘美海归事业有成 起先我不知道初恋情人意味着什么 就跑去问沈浩 就是我姐心心念念渴望而不可及的人喽 她一回来你这个农村的就得乖乖让位 我心里没来由的恐慌害怕沈月被抢走 沈月去机场接送子墨的那天 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胡思乱想 原谅我一个土包子实在想不出什么高明的手段 我苦思冥想了一个小时 终于想到一个绝妙的点子 当天我穿了一身价格不菲的名牌西装 输了个时尚的发型 可当沈月携送子墨出现在公司时 我还是被比了下去 我不懂他们谈论的话题格格不入 我见到了沈月口中的初恋情人 很帅气一身剪裁得体的西装 举手投足都透着儒雅 但我莫名地不喜欢她 他们离得好近沈月脸上 也带着罕见的娇羞般配 我想起了这个词 公司里都说我和沈月很不般配 一个农村来的技术宅男 一个集团高高在上的千金女 我和沈月的婚姻是在沈 老爷子的授意下草率地举行的 老爷子是我的再生父母 在我身无分文时资助我上大学 临终前她拉着沈月的手 让她答应这门婚事 我的前途命运就此和沈氏集团绑在一起 所以她嫁给我并非出于爱情 因此刚进入沈家去沈氏工作的时候 我很惶恐 我只是一个技术出身的程序员 不按上流社会的规则 可后来她逐渐欣赏我的才华 给了我施展报复的机会 在宋子墨出现的那一刻起 她的目光就再也没落到我身上 我知道自己天生就和沈月有差距 但见到沈月和宋子墨亲切地在一起的时候 我还是控制不住自己 那天部门会议我当着所有人的面问沈月 你是不是不要我了 满座哗然宋子墨看好戏事地调了调眉 没想到啊 连乡下人都敢当众吃醋了 沈月你说你怎么就嫁给了这么个土包子 调侃的话语不怀好意 沈月的脸色变了变在桌下狠狠掐了我一把 下次公司会议上说话 注意分寸这次放过你 她面无表情地警告我 我的心凉了半截 沈浩很喜欢宋子墨经常邀他做客直播 直播里他俩谈笑风生 各种名牌伙随意摆弄 惹得粉丝狂送礼物 子墨哥你再不回来 我姐该被那个土鞭迷住了 宋子墨不以为意地耸耸肩 月月心里有数 你就别瞎操心了 嫁给沈月这五年 沈浩一直叫我土鞭 他瞧不起我的出身 觉得我高攀了沈月 沈老爷子强错和我和沈月的时候 宋子墨正在美国 圈内人都传他俩是一对 所以除了土鞭 他还管我叫小三 沈月因为这是训过他一顿 弄得沈浩直播时 差点砸了键盘 他砸坏的键盘 够我几个月的工资 从那以后 他就在直播里 变着法子数落我 土鞭小三这些绰号不禁而走 宋子墨顺理成章地 出现在公司晚宴上 沈氏集团难得的团聚时刻 沈玉华亲自督办了这场盛宴 我作为沈月的丈夫 也跟着沾了光 其实以前沈玉华 也是很赏识我的 我一定在沈老爷子临终 留下一院时 拒绝这门婚事 我不想连累所有人 沈玉华对我有多不满 就对宋子墨有多热络 满桌子都是精致的西餐 只有我面前有几道家常菜 沈浩耍宝式地说 哟 子墨哥来了 就忘了亲表弟了 看看这菜泽泽泽 妈你也太偏心了吧 沈玉华宠溺地笑了笑 这不是知道小墨爱吃西餐吗 宋子墨举着红酒杯 冲着沈月扬了扬 月月谢谢你的邀请 让我感受到了家的温满 沈浩用胳膊肘撞了撞颂子墨 那是谁让你是某人的一中人呢 我看向沈月 她正专注地切着牛排 仿佛没听见有人在说她 我心里酸涩难耐 满桌子的山珍海味都吃不下 只能闷头喝酒 沈月皱了皱眉 转身吩咐逝者 换了一杯果汁来 别喝酒了对味不好 我感激地结果 却听到沈玉华 不痛不痒地来了一句 月月别太惯着她了 能吃就吃 不能吃就别勉强 嘴里的果汁瞬间变得苦涩 我环顾四周宾客们 或焦头接耳 或言笑艳艳 空气中弥漫着尴尬 仿佛我格格不入 我以为是自己喝了酒脸红 连忙放下酒杯 善善地朝沈玉华笑了笑 阿姨我没事的 这顿饭如果少了我 他们本该吃得尽兴 宋子墨的到来 让我在公司愈发自卑 她儒雅好学 很快赢得了公司上下的喜爱 茶余饭后 总能听到同事们的窃窃私语 宋先生和沈总 真是天生一对啊 可惜了 可惜沈月 已经嫁给了一个穷小子 有什么可惜的 听说明天 公司还要给宋先生 接风洗尘呢 两个人站在一起 谁才是沈总的良配 一目了然 我紧紧攥着拳 指甲嵌热肉里 同事们见状 不敢再多嘴匆忙散去 沈月从来没有 在公司正式介绍过我 我知道的 因为我是她的把柄 抬不上台面 我也失去地 从不参加公司的任何活动 我还是忍不住 想看看宋子墨与我 谁在她心里更重要一些 我精心打扮了一番 甚至想让自己 显得成熟一些 特意留了壶茶 站在穿衣镜前 我几乎不敢相信 镜子里的人是自己 这些天来 我总是很晚才睡 脸上的青涩和疲惫 怎么也掩盖不住 以前沈月总抱怨我幼稚 甚至会在睡前 给我读童话故事 尽管我早就不是孩子了 可现在 那本泛黄的童话书 再没人翻开过 当我向沈月提出 要参加宴会时 她愣了愣 随即皱起了眉 不行 见我没再坚持 她欲言幼稚 最后只是关上了卧室的灯 黑暗中 我没来由的鼻子一酸 我知道沈月 只是把我当作一个 需要照顾的弟弟 可我却越陷越深 她的一点点好 都让我患得患失 我苦涩地发现 原来患病的人 连怀疑的资格都没有 我不该奢望太多的 可人心就是这么贪婪 尝过被她宠爱的滋味 就再也回不去了 宋子墨的欢迎会 她轻轻捏了捏我的手 成的晚上回来 会给我带份甜点 如果是以前 我可能会因为这句话 期待一整天 可是我变得贪心了甜点 已经不能满足我了沈月 我坐在电脑前 通过公司内部直播 看着欢迎会现场 宋子墨西装革履 风度翩翩 正在台上侃侃而谈 而沈月坐在台下 专注地听着时不时点头 他们看起来 是那么般配 宛如天作之河的一对 有记者问 请问两位是否有结婚的打算 这是我们的私事不便透露 宋子墨冷淡地推开话筒 拉着沈月 离开了记者的包围圈 这句模棱两可的回答 给了 在场记者无限遐想的空间 被拉走的沈月突然回头 朝着镜头方向 露出了一个浅笑 这一幕被记者抓拍 不出十分钟 以她在笑她在 闹为标题的新闻 就登上了热搜 我翻出了五年前 他们相恋的相关报道 像个躲在角落里的可怜虫 窥视着他们幸福的见证 我终于意识到 或许我应该放手 让沈月离开了 爸爸常说我这样的人 注定是个麻烦 不讨人喜欢 在我很小的时候 妈妈就去世了 爸爸再婚后 有了一个小妹妹 我不懂事 总是偷偷去找她们 那天我去看她们 见到了墙堡中的小妹妹 很可爱 我伸出手想逗逗她 却不小心碰到了旁边的花瓶 玻璃碎片划伤了我的手 小妹妹的妈妈 惊慌地抱走 她厌恶地对爸爸说 能不能让你这个 生病的儿子别来了 万一传给我们女儿怎么办 我不知所措地 看着爸爸爸爸 尴尬地笑了笑 说了声好 爷爷来接我时 看到我手上 没处理的伤口 气炸了 对爸爸发了好大一痛火 爸爸对着我崩溃的痛哭 陈阳爸对不起你 爸求你了 你走吧 别再来打扰我们了 行不行 爸爸好不容易有 了一个新家庭 爸爸有了妹妹 不要我了 沈月有了宋子墨 也不要我了 没人会喜欢一个患病的人 除了爷爷 可爷爷走了 世上再也没人会爱我 我只是一个 无法摆脱的负担 爷爷去世后 没人愿意照顾 一个患病的孤儿 是沈老爷子 把我带到沈家 后来他又把这个包袱 甩给了沈月 我不该自私地 绑架他的人生 我决定提出离婚 正如所有人 所期望的那样 给他的初恋腾出位置 公寓里空荡荡的 格外寂静 手机的来电铃声 响了好几次 是沈月 我莫名地不想接 沈月平时使用的 那辆银色轿车 停在楼下 司机说 是沈月派他来接我 也是在他看来 我也只能从员工通道进入 沈月华不允许 我和他们一起出现 更不允许我 出现在媒体面前 我是沈家的污点 见不得人的存在 我慌乱地想回车上车 却已经开走了 密集的摄像头像 是长了眼睛对准我拍摄 有人认出我惊呼 这不是沈月的那个 农村来的病秧子的丈夫吗 顿时引起轩人大波 更多的记者 扛着摄像机向我涌来 不停地抛出尖锐的问题 请问您不觉得 自己拖累了沈月吗 今天沈小姐带着宋总出席 听说沈家要换女婿了 是真的吗 耳边充斥着 讽刺和恶意的声音 我控制不住地全身颤抖 我努力回想着 自己的身份和来此的目的 但大脑一片混沌记忆 如同沙漏中的细沙 快速流失 有人推了我一把 我踉跄着跌倒在地 手掌擦破了皮 记者们的相机 闪光灯不停闪烁 我狼狈的样子被拍了下来 我终于忍不住哭了出来 无助地喊着沈月的名字 我还没从惊吓中缓过神来 想要解释 但他不耐烦地打断了我 算了 我让司机送你回去 我默默松开了手 送紫墨温和地劝慰他 别生气了沈月尘阳 只是想来看看而已 待会儿我陪他转转 傻子就这样哄一下就好了 与宋紫墨自信优雅的样子相比 我显得更加局促不安 地上的血迹引起了沈月的注意 他看到了我受伤的手神色软化下来 受伤了怎么不说 我后退一步 把受伤的手藏在身后 躲开他的触碰 我没事我这就回去 不会在这里给你丢脸 会场里若有若无的目光 像一把火烧在我心头 让我坐立难安 沈月坚持把我带到了休息室 处理伤口 脸上的担忧不像是假的 助理送来的几瓶营养饮料 都是我平时喜欢的口味 他一边安慰我说 喝点饮料会好些 一边小心翼翼地为我包扎伤口 直到包扎完毕 我也没有喊一声疼 以前我在编程时 不小心把咖啡撒在键盘上 导致代码出错 都会懊恼地向沈月抱怨 沈月察觉到我的不对劲 心里隐隐有些不安 他轻轻握住我的手 柔声问道怎么了 是不是又忘记什么了 我抽回手不安地摆弄着鼠标 低着头道歉 对不起我又给公司添麻烦了 他松了口气 温柔地拍拍我的肩膀 陈阳你从来不是麻烦 我想回家休息了好 我陪你 我有一疏远沈月 试图把他往宋子墨身边推 沈月已经为我牺牲太多了 我不想再拖累他 一天午后 办公室里只有我们三个人 我照例找个借口 要离开给他们留下独处的时间 沈月却跟到了茶水间 神色严肃地拦住我 李晨阳你最好给我解释一下 我不懂这不是如他所愿吗 为什么他会不高兴 也是沈月是个极负责任的人 既然选择了 我就绝不会轻易放弃 除非我主动离开 不然他不会选择跟我离婚 我深吸一口气 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 沈月你和宋子墨在一起后 别忘了邀请我参加婚礼 祝你们幸福 沈月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他刚要说什么 却被沈月华叫去开会 临走前 他紧紧抓住我的手腕叮嘱 等我回来我们好好谈谈 会议室里 沈月华和沈月 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我缩在墙角里 感到很害怕很害怕 沈月华想让沈月跟我离婚 他不肯 你怎么那么固执 我们又不是不管他 离婚了照样给他最好的医疗资源 这还不够好吗 你知不知道 他之前在工作上发病了 给公司带来了多大的损失 谁知道下次他发病了 又会做什么 你总不能养一个傻子 养一辈子吧 回应他的是沈月久久的沉默 不知过了多久 我的腿都蹲麻了 才听到沈月尖色的开口 妈离了我 他活不下去的 那晚沈月没有回公寓 我强忍着头痛 等了他一整夜 沈月骗傻子很好玩吗 沈月那边说不通 沈玉华又找到我 那天我因病情发作 导致的项目失误 被媒体报道 在网上大肆传播 他点开评论区让我看 全是对我的谩骂 和对沈氏的嘲讽 我红着眼低头 不敢再看 对不起 沈月华软了语气 陈阳 我不是想伤害你 只是你的病情 给沈氏带来了 很大的负面影响 沈氏是做高科技的 核心人才不能是一个 他停顿了一下 继续往下说 总之 就算离了婚 我依旧会为你提供 最好的医疗资源 沈氏依旧会照顾你 你好好考虑一下 不用考虑了 阿姨 我同意离婚 沈玉华送了一口气 连说了三声好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 眼中闪过一丝愧疚 但很快就被决断取代 沈玉华笑容满面地 拉着我走向餐厅 想吃什么尽管说 我让厨师给你做 我心不在焉地 应付几句就回了房间 我早就做好了 离开沈月的准备 可当我亲口说出 那句离婚的时候 我的心还是痛得难以呼吸 我蜷缩在电脑椅上 盯着屏幕上闪烁的代码 眼泪不知不觉 模糊了视线 我的智能助手AI7 轻声提醒 李先生 您的心率有些异常 需要我为您播放一些舒缓音乐吗 AI7是我在大学时 开发的人工智能助手 第一次启动它时 它还只能进行简单的对话 那时我正坐在家里的破旧电脑前 为调试Bugger焦头烂额 沈月说 它就像我的电子宠物 我们一起见证了它的成长 AI7已经能理解复杂的人类情感 甚至能察觉我细微的情绪变化 沈月曾说 我对AI7的关爱程度 堪比它对它那辆限量版跑车 那天它亲自帮我升级AI7的硬件 不小心被电路板划伤了手 我心疼得不行 它却笑着说 这是它送给AI7的血迹 如今AI7已经成长为 一个功能强大的智能系统 能协助我完成各种复杂的编程任务 但此刻 它温和的电子音 却让我更加思念沈月的声音 我抬头看向AI7的全息投影 对上了它闪烁着担忧的电子眼 原来它也在担心我 我把头靠在冰冷的键盘上 喃喃自语 AI7 你会一直陪着我的 对吗 当然 李先生 只要您需要 我会永远陪伴左右 AI7用柔和的声音回答 这次饭桌上格外和谐 沈月华不停地给我夹菜 沈月以为母亲终于接受了我 她面色柔和了不少 直到沈月华说 我今天和陈阳商量了离婚的事 她同意了 沈月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 她死死盯着我 陈阳 你真的想和我离婚 我沉默地点了点头 砰 桌上的笔记本电脑 被剩怒的沈月摔在地上 屏幕瞬间碎裂 我从未见过她如此失控的样子 不由得脸色发白 沈月拽着我回到卧室 她力道太大了 我的手腕疼得像要断掉一样 身后传来巨大的关门声 我用另一只手不停地推锯着沈月 声音带着哭腔 沈月 你冷静点 我害怕 她将我重重地推到床上 俯身压了上来 李晨阳 你就这么绝情 你知不知道我为了和你在一起 承受了多大压力 沈月的眼眶通红 额头上的轻轻直跳 显然是气急了 她愤怒地咬在我的肩膀上 用手掐住我的后脖子 由轻道重 还敢提离婚吗 认个错 我就原谅你 可无论多么难受 我也只是咬紧牙关不吭声 沈月终于意识到 我说的离婚不是一时气话 该死 她狠狠踹向一旁的书柜 几本厚重的医学书籍摇摇欲坠 想离婚 这辈子都不可能 李晨阳 你太天真了 离开我 离开沈家 你还能活多久 你一个患有阿在海默症的人 除了依靠我 你还能怎么办 我很想反驳 爷爷给我留了一套算法专利 我还会编程 也会修电脑 虽然有时会出错 我才不是一无是处的病人 但所有的话到了嘴边 一看见沈月略带怜悯的眼神 就如泄了气的皮球 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 沈月完美地展现了精英阶层的本质 她的话句句出新 她一一向我剖析社会的残酷 证明患病的我离了沈氏 只会被人啃得连骨头都不剩 末了 她握住我的手 哄道 沈阳 留在我身边 好嘛 我狠狠甩开她的手 滚 沈月 我见到你就想死 你们沈家每一个人都该死 每一个人都该死 我哭得气不成声 头痛欲裂 沈月慌了 抱着我不停地道歉 拉着我的手轻拍她的脸颊 以示歉意 头痛越发剧烈 我脸色苍白地倒在她怀里 沈月慌乱又害怕地在耳边喊我的名字 医院消毒水的味道很难闻 我刚睁眼就看到沈月布满红血丝的双眼 医生说我的病情恶化了 沈月很担心 因为她终于意识到可能会永远失去我 我已经好几天没跟她说过话了 沈月倒是话多了起来 还搜罗了几本有趣的儿童图书念给我听 网上关于沈月要离婚的消息 愈演愈烈 人们都说她要抛开那个傻子丈夫了 沈月用公司官方账号亲自澄清 携手共进 和一份最新的研发计划书 评论 哇 沈总和宋经理有孩子了 恭喜恭喜 那个得了阿尔茨海默的终于让位了 果然是前任一哭 现任必输 沈月皱没回复 眼睛不好使就去看医生 他罕见地对起各家媒体 发布了他和我的各种合照 堂堂沈氏科技集团 CEO如此幼稚的举动惊呆了众多网友 他得意地把手机递给我看 他们不敢再说你了 别生气了 跟我说说话 好不好 我故意转过身不理他 但还是忍不住摸了摸自己的太阳穴 沈默许久 我终于开口 沈月 宋子墨不是你的初恋吗 沈月切水果的手盾了一下 没有的事 都是他们瞎说 那 他能不能不要再来我们家了 我纠结得不行 衬衫下摆都被我揉皱了 我感觉自己像个无理取闹的人 沈月看着我期待又忐忑的眼神 有些不自在地移开视线 别多想 他只是公司的重量员工 我心里感到像是被泼了一盆血 沈月果然还是骗我 我再也不会相信他了 医生要我住院观察病情 沈昊就住在我隔壁病房 我刚被送来医院那天 他还拿着游戏机过来串门 听说我的病情加重了他翻了的白眼 真倒霉 我姐这辈子都要跟个植物人过了 不过没事 你得了这病 也活不了几年了 沈月看着弟弟被病痛折磨得憔悴的脸 终究没忍心训斥 他让我别在意沈昊的话 因为沈昊的病情恶化了 医生下了最后通牒 这个星期必须进行干细胞移植治疗 可沈昊的基因型很罕见 目前还没找到合适的捐献者 沈月在阳台站了一整晚 手中的咖啡杯早已冷却 他时不时看向我 眼中充满了我无法理解的复杂情绪 直到宋子墨来找我 我才明白了沈月这些天纠结的真相 沈月嫁给你 不过是看你是得病吗 是个傻子 他就是想骗你 让你给他弟弟捐骨髓 他怎么会你在乎一个患病的下等人 宋子墨穿着一身定制西装 举手投足间 净显精英气质 他优雅地抿了一口红酒 继续说道 什么治疗方案 他可是给你安排了实验性药物测试 就等着你成为他弟弟的备用品 我如坠冰窖 第一反应是不相信 沈月绝对不可能这么做的 宋子墨轻蔑地笑了 李晨阳 你太天真了 沈月为了家族利益不择手段 他可没那么好心 他离开后 我在病房里焦急地等待沈月 他说去给我买午餐了 我强撑着虚弱的身体 慢慢走出病房 在医生办公室门前 我听到了沈月的声音 实验性药物的测试 就安排在明天上午吧 王医生 请务必对李晨阳保密 接着是沈月华焦急的声音 他探议药物测试后 多久可以进行骨髓移植 我担心浩浩等不及了 是真的 宋子墨说的都是真的 我再也听不下去 晾腔着跑回病房 突如其来的头痛 让我几乎站立不稳 记忆又开始模糊不清 为什么啊沈月 为什么 病房门口多了两个保安 沈月神色不太自然地问我 上午去哪了 我吹着头说 因为等了很久 没看见他回来 于是就去楼下的花园散步 沈月微不可查地松了一口气 哄着我吃饭 我看着那两个凶神恶煞一样的保安 心已经跌入谷底 沈月 你不会骗我的对吧 沈月专心给我包着橘子 他拿着水果刀的手停顿片刻 陈阳 别傻了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我拉着他的手放在我的额头上 我勉强笑着 问他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有一天我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 该怎么办 哄当 沈月手中的水果刀和橘子落到地上 他看着我 没有再说一句话 治疗如期进行 沈月亲自把我送到治疗室门口 我紧紧抓住他的手哭得气不成声 沈月我不想接受这个实验性治疗 好不好 沈月别开眼 狠心松开了我的手 乖 陈阳 别怕 你会变好的 沈月 我恨你 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的 我不知道这是第几天了 我只知道手术那几天我昏迷了好久 浑身痛得不行 接受那个实验性治疗后 我没有再开口说过一句话 他不同意离婚 我偷偷逃跑过几次 没多久就被他找到了 医院多了一群看管我的人 我被困在昏暗的房间里 护工给我送饭时劝我 沈小姐对你多好啊 别跟他闹啊 别到时候 哎 我抬手把饭菜打翻了 躺制糊了他一身 病房换了一位护士来照顾我 他们都说我的病情恶化了 我抗拒沈月的触碰 甚至当他进入病房时 我也会歇斯底里的要求他离开 他只能默默地守在门外 自言自语地跟我说话 一手就是一整天 实在没话说了 他就轻声念着我们曾经一起去过的地方 一起看过的电影 他说我们经常去的那个咖啡厅已经倒闭了 花店老板娘已经嫁人 以前我去一次就带一盆花回来 弄得家里全是虫子 大家苦不堪言 我在家里的东西全都被丢掉了 沈月拼命解释 是他妈妈和弟弟趁他不在 偷偷丢掉的 他已经尽力去回收了 我低着头 没有回复他 过去我经历的一切 就像被按下删除键的屏幕 空白一片 正如我们从未爱过对方一样 要不然 怎么连一点痕迹都没有呢 他说着说着 甚至哭了起来 后来不顾一切地抱住我 泪水滴落在我的脸上 陈阳 对不起 对不起 他已经好几天没来了 我不知不觉地站在窗边 雨下得很大 不一会儿 我的脸上就溅满了冰凉的雨水 我想家里的花了 想知道它们是不是已经倒在了泥泥里 我想起了家 以前爷爷在的那个家 以前爷爷从来不责被我带野花回家 也不会说我是傻子 爷爷 我想你了 沈浩正在直播间里跟粉丝互动 医生说他的身体状况一切正常 沈月松了一口气 他拿着刚买的笔记本电脑 准备回公司时 却接到了家里管家打来的电话 他心里的不安无限放大 接通电话的一瞬间 那头慌乱的声音传来 小姐 李先生跳楼了 手中的笔记本电脑砸落在地上 屏幕碎得看不出原样 他疯了时的往医院看 他恨自己太大意 明知道他病情加重后 精神状态很不好 为什么还把他一个人留在医院里 手术室的灯按下 医生告诉他手术成功的那一刻 沈月才放松下僵直的身体 攀坐在椅子上 无声地流泪 我陷入了昏迷 医生说可能很快就醒来 也可能永远都不会 沈月把病房当成了办公室 日日夜夜都在病房守在 我苏醒的那天 沈月呆呆地看了我好久 久到世界庞佛停滞了一样 反应过来后 他猛地冲过来抱住他 仿佛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他销售了许多 抱起来个人 沈阳我等了你好久 还以为你 沈月的声音带着哽咽 我能感觉到 他抱着自己的双臂 在微微发抖 李沈阳好像做了一个很长的梦 梦里有爷爷 记忆中 爷爷总是叹气说 小杨啊 爷爷走了你可怎么办呢 是啊爷爷 你走了 我的病情越来越严重 你为什么使得抛下我呢 爷爷的身影越来越模糊 最后一秒 我听见爷爷喊着 沈阳活下去 那天 我大哭了一场 爷爷的脾气很绝 每次看到他被病痛折磨 都恨不得替他抗下所有痛苦 偏偏我的性格太要强 爷爷也试图让我学会示弱 可每次看到我倔强的眼神 又不忍心再说什么 我不知道 我还能活多久 但我要带着爷爷的期望 勇敢地与病魔抗争下去 苏醒后的第一件事 我坚定地要求离婚 沈月险些崩溃 他慌乱地解释 是不是还在为宋子摸的是生计 我已经把他开除了 他不会再来打扰我们了 之前我让他回公司 只是因为他答应了要帮沈浩捐骨髓 我一愣 你嫁给我不是为了让我能给他骨髓吗 沈月脸色一沉 电光石火间 他明白了宋子墨打的什么算盘 沈浩急需骨髓才能活下去 他不可能坐等着遇上恰好匹配的 于是用了一些非常规手段地 寻找合适的人 宋子墨就是为数不多能帮助沈浩的人 沈家抓住他 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 他对宋子墨的感觉谈不上好 他们是大学同学 学校里都在传他们是情侣 但真相如何 宋子墨再清楚不过 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散布谣言 甚至在他压力大的时刻意接近 这彻底惹怒了他 当天他就秘密派人把他丢到了非洲沙漠 自生自灭 沈月怎么可能不明白这男人的心思 不过是看在沈浩的份上诸多忍耐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可是 他让陈阳受委屈了 是他害了陈阳 他太自以为是 觉得有他护着 宋子墨翻不起什么风浪 陈阳的情绪都是病症引起的 多关心就好了 沈月无比后悔 恨不得现在就杀宋子墨来给陈阳赔罪 他骗你的 一开始我嫁给你是出于爷爷的要求 我原以为我一生都不会爱上任何人 照顾你一辈子又如何 可后来 我发现我对你的依赖越来越强 我才发现 我爱上你了 我转过头 躲开他寒泪的眼神 沈月急切又带着一丝祈求地握着我的手 在病床边跪下 陈阳 你打我骂我都行 别不理我好不好 是不是宋子墨还跟你说什么了 你放心 你说要把他怎样 我立马就去做 我沉默了好一会儿 还是问起了那次实验治疗的事 说话的时候 我的声音都在颤抖 这件事在我心上永远的留下了一道疤 无法摸平 并不是想原谅他 我只是不想误解任何人 沈月说那次治疗是因为我的病症已经加重了 导致会有脑死亡的风险 他担心我会因此害怕 就没有立即告诉我真相 那天他跟医疗团队了解完情况回来后 看见我魂不守舍 录着笔窟还难看的笑容 以为我已经知道了 却不想我会误解 傻瓜 你怎么不来问问我 我对他人的情绪格外敏感 那段时间我察觉到了他对我的不耐烦 加上沈浩闹事 我哪里敢缠着他问 我也曾带着小情绪质问他 可他也只当我是小孩子脾气 一句给你买新玩具就敷衍过去 其实我一点不稀罕 爷爷想让我娶了沈月 他希望我幸福 但爷爷 爱一个人太累了 我不要沈月了 离婚后 你怎么办 我有些生气 沈月 我又不是离了你就活不下去了 我不是只能依附他的可怜虫 没有他想的那么需要他 沈月的眼神有些逃避 我气急了 站在窗前威胁他 你还想让我再跳一次吗 就算没有宋子墨 我们也不会幸福 因为你们根本没有把我当成正常人看待 我不想再被人叫脑子有问题 不想再被嘲讽 我配不上你 你明不明白 跟你在一起 我很痛苦 话音落下 房间内久久的沉默 不知过了多久 沈月哑着嗓子开口 好 我们离婚 沈月颤抖着手 签下那份离婚协议 临走前 沈月强忍泪水 他祝我以后健康快乐 他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回到公司的 恍惚间差点闯红灯 回到办公室 几声欢呼 在沈月死寂的世界里炸开 家人和同事们递来香槟 恭喜总裁摆脱累赘 办公室里的所有人都很开心 虽然对李晨阳有些愧疚 但他们认为 这对公司对家庭更好 沈月第一次在公司发这么大的脾气 他把桌上的电脑砸得满地都是 像一头发狂的母尸 沈浩和母亲沈玉华吓得愣在门口 不敢进来 沈月死死盯着宋子墨 一把揪住他的领带 几乎要把他窒息 为了拆散我和陈阳 你真是煞费苦心啊 眼见宋子墨快要喘不过气 其他同事急忙上前拉开沈月 宋子墨靠在墙上大口喘气 眼中闪过一丝怨毒 沈月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桌上摆着的结婚照刺痛了他的眼睛 办公室里每一个细节都在提醒他 曾经和李晨阳共事的日子 他蜷缩在沙发上 仿佛还能感受到他的气息 这些天里 沈月一直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工作到深夜 有时候疲惫不堪的时候 眼前偶尔会闪过他的身影 晨阳 你还好吗 沈浩的手被姐姐紧紧抓着 无可奈何 姐 姐 你醒醒 公司遇到大麻烦了 回应他的仍然是沈月 时而自责 时而悲伤的喃喃自语 沈浩后悔了 早知道李晨阳对他姐那么重要 他就对他好点了 现在宋子墨偷了沈氏的核心算法 还把他卖给沈氏的竞争对手 虽然人在国外被通缉了 可是沈氏的损失也无法挽回啊 沈浩急得不行 沈氏急需新的技术突破 可现在谁还愿意给沈氏投资 对了 李晨阳 沈浩找到他妈商量 打算去跟李晨阳服个软 他那么爱他姐 又善良正直 一定不会看着沈氏被毁掉 沈月亮亮呛呛出了办公室 他强忍头痛 别去打扰沈阳 我可以自己解决 他不希望他平静的生活 因为自己再起波澜 沈浩没理会 拉着他妈出了门 我回到了跟爷爷 有美好回忆的那栋老房子 那是爷爷留给我的唯一遗产 房子后面有一片小菜园 爷爷不在了 可处处都有他的影子 他会一直陪着我的 菜园里的蔬菜长是喜人 我的猫咪小白在菜地里追蝴蝶 我打开笔记本电脑 用AI7开始编写新的程序 张杰不知什么时候走到我身后 他捧着一碗泡面大口吃起来 他是我在大学认识的室友 那时他因为家庭变故 差点辍学 虽然自己也不富裕 但还是借了他一笔学费 一位辅导员说 找不到他的亲人 很可怜 谁知他就赖上我了 带着一堆破烂 就扑通给我跪下 说我以后就是他的兄弟 我大惊失色想跑 他又扯着我的裤腿大哭 我很好养活 而且超会写代码 黑客技术一流 我保证我只吃一点点 别丢下我阿呜呜 他没说谎 他的确很厉害 上次在公司年会上 一个喝醉的高管看我发呆 仅仅只是想逗我玩玩 张杰一个过肩摔 把他撂倒在地 那人的眼睛摔碎了 鼻血直流 我惊讶于张杰的身手 缠着他教我几招自卫术 不过张杰说 要少吃点才能灵活 这话可信度为零 我无奈地看着他狼吞虎咽地 吃着我的蛋白棒 陈阳 外面有两个人想见你 年轻的那个好像叫沈浩 年长的那个记不清了 张杰放下手中的蛋白棒说道 我正在调试一段新的代码 听到这消息 手指顿了一下 屏幕上的程序虽然简洁 却蕴含着无限可能 说实话 我并不想见他们 离婚后 我一直在努力忘记沈岳 和那些年的伤痛 我让助理挽拒了他们 但直到傍晚 我才得知他们一直在外面等着 让他们进来吧 我叹了口气说道 沈玉华握住我的手 语气温和 陈阳 好久不见 你看起来消瘦了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 没有啊 我反而胖了几斤 你们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直截了当地问 沈玉华眼圈泛红 我以前对你的态度 你不会怪我吧 我真的很后悔 沈浩看不下去 他妈妈的婆婆妈妈 直接打断道 姐夫 我就直说了 离婚后 我姐整天把自己 关在实验室里 废寝忘食的工作 她很想你 但又不敢来找你 宋子墨那个混蛋 偷了公司的核心技术 卖给竞争对手 现在公司陷入了 前所未有的危机 我知道以前我很混蛋 但我保证 如果你能帮助我姐 我以后绝对不会 再找你麻烦 姐夫 你那么聪明 一定有办法 帮我们渡过难关的 对吧 说着 沈浩还拉住我的手臂摇晃 一副讨饶的模样 我不自在地后退几步 感到一阵眩晕 我们已经离婚了 我不是你的前夫 也没有义务帮你们 我艰难地说到 努力控制住 自己颤抖的声音 张杰早就对沈家人不满 此刻更是怒不可遏 你们两个脸皮真厚啊 张口就想让沈阳帮忙 忘了你们以前怎么对他了 想让他重新出技术 就拿出点诚意来 先给我兄弟道个歉 沈浩脸张的通红 刚要发作就被沈于华拦住 他深吸一口气 缓缓开口 沈阳 是我们对不起你 我为之前的行为向你道歉 张杰冷笑一声 拉着我就走 别听他们的 这是在道德绑架你 随后 张杰不让我再见他们 说他会处理这事 我透过窗户看到张杰 强硬地把他们请出了屋内 沈氏科技集团瀕临破产的消息 很快传开 网上铺天盖地都是相关报道 有人还记起了我 在网上掀起了一波讨论 听说他们已经离婚了 大难临头各自飞啊 李晨阳不是编程天才吗 为什么不帮帮沈氏啊 好歹人家给了他五年高薪 楼上脑子进水了吧 不知道宋子墨那混蛋是商业间谍吗 导致沈氏破产的根本原因 我支持他们离婚 比起忍受公婆白眼 被同事嘲笑 现在自己创业多好 有才华又怎样 谁愿意价格得了阿尔茨海默的 那些图前的 大龄圣女倒是可以考虑 楼上的智商是负数吗 井底之蛙评价天才 看你主业还在为老板 客扣工资无能狂动呢 自己都活不明白 还有脸说别人 张杰一边给支持我的评论点赞 一边截图给我看 兄弟 看 有这么多人支持你呢 我扫了一眼 笑了笑 这些言论已经不能影响我了 我更珍惜的是 有张杰这样的朋友 无条件支持我 我转头看向电脑屏幕 正在运行的程序 让我感到欣慰 爷爷 我现在过得很好 全文完